第365集 老鬼头看着我说 那你是怎么来的 身上没有钱 这硬间的路啊 可不好走啊 我赶紧对老鬼说 大爷 我是我师父接引而来的 老酒鬼瞪着绿眼睛看着我说 接引你来的 那问你啊 你是怎么死的 我也纳闷是怎么死的呢 我就是在打卖场里睡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被人喊着离体了 接着就被师父拿着露银 带到这里来了 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钱 只是跟在师父的后面走 你这个孩子呀 身无分文也敢去阴间呀 你知道阴间的路上可是凶险万分 人死的时候 嘴里含上钱 手里握上铜钱 两只胳膊上挂着打狗饼 就是为了过前方的三屠河 恶狗岭 金基山 你身上什么都没有 那些地方可过不去 能过去的话呀 我老酒鬼早就过去了 重新淘汰做人喽 我摇摇头说自己也不清楚 那个老酒鬼对我说 我看你呀 不像是该死的鬼 你那师父可不对劲 你一路上可小心点 过那些关口 死一个鬼就跟死一个蚂蚁似的 以我老鬼的经验呢 你那师父 老酒鬼刚说到这里 师父就已经过来了 扬起手里的铁拐 立声说道 你这个酒鬼挑拨理解 难道想挨打不成 那老酒鬼一看师父的铁拐 赶紧抱着酒葫芦撒腿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 哎呀打鬼了 打鬼了 老酒鬼这么一喊 周围围上了许多的鬼 鬼和人一样 也喜欢看热闹 师父看鬼都围过来了 就对我说 咱们得赶紧地动身 不然一会儿鬼兵过来就麻烦了 说着话就领着我往前走 等出了那个阴城 又是一条上看不见天 下看不见地的路 在上马之前 我问师父关于过关口的事 师父说 你的那些东西不用你操心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你看看 都在这个包里 里面有喊口钱 有打狗饼和五彩粮 咱们上马走 到了三途河 就算是到了阴阳界 师父说完 就让我重新上马 接着耳边就听见了风声 再次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条 雪黄色的大河 眼前的这条大河 非常的宽 是雪黄色的浑水 波涛汹涌 在大河上飘着黑色的渡船 河水里 好像有沉沉浮浮浮的 有好多人 在那里大声的惨叫 声音也是凄厉无比 还没有到河边呢 就感到腥风一阵阵的扑面而来 这里的天灰蒙蒙的 没有日月星辰 雪黄色的河水 腥面扑鼻 加上河水里的阵阵惨叫声 让人不敢朝河里看 据说三屠河的河水 分成缓慢 普通和急速三种 故被称之为三屠 至于走哪条路 都是根据人生前的善恶而定 就像是生与死 只有轮回可以跨越一样 渡过三屠河的方法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三屠河上的渡船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渡船是要付船费的 没有船费的灵魂将不能登上渡船 就算是登上了 也会被船夫丢进三屠河 那些无法渡河的灵魂 在轮回欲望的驱使下 会涉水渡河 但三屠河的河水 不但没有福利 而且还具有能腐食灵魂的剧毒 知道掉进去就会变成白骨 所以那些下水的灵魂将永远没有上岸的机会 只能变成三屠河里的水鬼 感受到永远无法转生的痛苦和彻骨冰冷的河水 是那些水鬼对其他还有轮回希望的灵魂产生了妒忌 只要灵魂落水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将其拉入河底 也变成和他们一样的水鬼 师父让我下了马 然后让马通牵着马回去 我就问师父 为什么不牵着马过三屠河呢 师父说 此河只渡鬼 不渡纸马 像纸马根本就上不了渡船 师父领着我一边说一边往下走 我看见三屠河周围游荡着很多的鬼 他们在岸边徘徊 却不敢下水 水中有无数的鬼 他们在水中露着脑袋 朝着岸上的鬼招手 又经受不了诱惑的鬼 一下子就被等在水里的鬼给拉进了水里 急下子就不见了踪影 在岸边有三个渡口 听着三艘大船 那三艘大船都是乌黑的颜色 在船头上挂着灯笼 发出幽幽的绿光 两边插着黑牙旗 在上船的时候 人分成了三股 分别上了三艘船 师父领着我去了最边上的一艘 我发现和我们一起排队上船的鬼 很多都是凶神恶煞一样 是典型的恶人 有些人身上 头上 还有刀伤和枪上 他们生前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不过死了却只能浑浑噩噩的 在鬼拆的锁链下 牵着往前走去 稍有迟疑就会被棍棒相加 三股人流中 就中间的一股人 穿着兽衣 年龄都很大 一个个都慈眉善目的 没有被鬼拆压解 应该是手中正寝的鬼 我看着我周围的鬼有点不对劲呢 就偷偷地对师父说 师父 咱是不是上座船了 我看和咱们一起的鬼都是凶鬼啊 不如去那对人的后面排队 师父听了之后 一下子沉了下来 恶狠狠地说 闭嘴 不追胡来说话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 这里不是杨姐 稍有不慎 就会万己不负 师父的语气很冷 很严肃 我一听赶紧地闭嘴 跟在师父的后面上船 渐渐地靠近了大船 我看见船上有两个青面獠牙的恶鬼 站在船上 看着来来回回的鬼 那两个恶鬼起码得有一丈多高 头上长着脚 扫着眉 同灵一样的大眼睛 闪着射人心魄的胸光 身上穿着几块布 赤着脚丫子 手里拿着三股钢叉 面向极为的凶恶 吵着那些鬼大声地吆喝 而旁边的那条船上的船夫 则和平常人一样 带着斗笠 在那里招呼着那些上船的鬼 我不敢说话 紧跟在师父的身后 忽然一个同中一样的声音说道 你上错船了 这一艘船走的是断头渡 专门渡恶人的 赶紧下去 去另一条船 我听到这里赶紧地抬头望去 只见那个恶鬼 用三股钢叉挑起了一个鬼 那个鬼比我小 钢叉插在身上 身子扭曲在一起 正在痛苦地嚎叫呢 恶鬼把那个鬼 一下子扔到了地上 那个鬼在地上扭曲了起来 这时 另一艘船上下来两个鬼 把那个鬼扶到了 另一艘船上 我看到这里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感觉自己 也不是一个恶人呢 心里害怕会像那个人一样 师父对我说 别抬头 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 我听师父这么一说 赶紧地低头 跟在师父的后面 在上船的时候 忽然一阵乱 我趁着乱就上了船 不过呢 这下子把恶鬼给惹怒了 用钢叉把好几个 刚上船的鬼 刺中给挑了下去 阴间果然无情 我怕恶鬼用铁叉 把我刺下去 身子一扭 赶紧靠着船弦 站在了鬼的中央 这艘船上的鬼 大多数都是带着铁锁链 一个个的表情木讷 紧闭着一张嘴 好像怕嘴里的东西 掉出来一样 忽然喊了一句 开船了 接着船就向三头河的中间驶去 船在三头河上行驶 这时河上的风浪大了起来 那风不是阳间的风 而是那种阴风 带着哭喊声和血腥腐臭味的阴风 斜着巨浪 朝着大船打了过来 那大船左右摇晃 这时船弦下传来了嚎哭声 我朝船弦下一看 只见水里伸出一支支的鬼手 在血黄色的水里乱抓 好像在水中 等着船上的鬼掉下去 这时大船一个激烈的颠簸 只见一个鬼 扑通一下 掉进了血黄色的水里 那只鬼刚掉进水里 就被那血黄色的河水 腐蚀地露出了白骨 他痛苦地面部扭曲 还没有来得及挣扎呢 就被几只白骨样的手 给拽进了河水里